赛德克族文面从日治时期被禁止后 这项传统文化甚至文面的记忆 就消失在现代生活之中 为了唤起现在的年轻人对文面文化的重视 仍要向南风春赛德克青年 办理文面文身交流活动 请来祈劳讲述过去祖先文面背后生成的文化意涵 文面文身文化 其实对我们这个现阶段的 就是当代的年轻人来讲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 所以想要藉由这个活动开启一个对话 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可以传承下去的 现在要闻脸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 也要族人的认同或者是家里的认同 所以今天特别来就是 听听看除了我们在脸上闻面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象征成年跟一个闻面的一个方式 赛德克传统文化里头 文面不仅是为男女成年象征 肩负责任的开始 也包含各种伦理规范的重要意涵 虽然日治时期后文面文化已渐渐消失 但如何从现代再度找回这项传统文化生成意义 也成为目前文化附赠不可或缺的一环 文面文化就是要从这样的一个 就是在当代里面找到它的一个意义 然后告诉年轻的人说 我们所有的文化附赠 然后不是说只是有一个文面 我们就文面 有一个织布 我们就要织布 但是我们的内涵是什么 我们就真的要在当代去找到它的意义出来 此外这场交流活动中 也请来爬丸族派刺师秋嘴做现场示范 让大家在讨论文面文化之外 同时也认识传统文面文生的工具及记忆 原始新闻后南投仁爱 查理报导